才不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,美股走势又再证实了指示另一次万星急调整,好友极速重新控制大局,而今次反攻,就以科网股领军,反映对长远通胀威胁并非太担心。 虽然急净调整理应已经见怪不怪,每次周边依然有相当多人忧心忡忡,害怕股灾来集,一举签灭组合大部分价值。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,特别是美股长期持续攀升,一次比一次越觉得诡高势危,要分辨指示急剧调整,而不是终极股灾,基本上没有可能,永远都要留待事情发展去说明。 可视如果次次升市时战意如虹追到成手货,一两日急跌就慌忙逃生斩斩斩,年终只要终复三四次,已经没什么可能会有进降。 所以一定要尽量避免情绪被市场牵动,面对急跌初期保持镇定,可视要有超人判断力,能够认定最新消息未足以引发股灾。 当然难度实在太高,于是唯有减低负磅,持仓不可以太多,最好是当市放向好的时候,肯将部分持货套现锁定利润,增加防守本钱,虽然赚不尽,但总好过永远在下跌时追沽。 要有纪律执行只赚已经不容易,何况跌市沽货,多少也会士气受损,以现时为例,不者变趁市场炒业职,着粮减持物业管理股。 间间公司都知,市场重物馆而轻内房,于是扭进六任,也会把物馆业务利润推高,在股市中争取更高的价值。 目前又正值内地水紧,中期业绩之后,减持物馆指公司股票是筹务资金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 事没有把握上述情景一定出现,不过市场此刻如此热爱,本身又满足于获利的水平,就不妨先沽为敬,无谓太贪,否则一旦看众而从来无行动的话,心理肯定更加不平衡。 当然不是全线设出物业管理股,现时港股中受欢迎的板块数目有限,加上本身对物馆有些感情分,一定会保留部分作为长期核心持仓。 只是如果全部一美死泡不放手的话,万一他日市况再度转差,随时因为心理压力太大,便会失去作战的弹性。 非常感叻,非常感叻。